Namo Amidah Hud Namo Amidah Hud Namo Amidah Hud 我们这一本《靖子宗教章》 若大家详细 看看一两遍 很多问题 都能够 擬清 好像烟宵 隐善一样的 没有疑惑 那我们这一套书呢 也有几本 大家也可以看 譬如说 第四班讲法 第四班善导士 或者是 这个善导大师的 净土思想 当然这几部都比较厚的 那比较厚的在这没有时间没关系可以看一些比较薄的随身书 都能够得到解答的 刚我们同学提出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说 得以往生的主因和住远分别有哪一些 如果大家 刚刚我们所念的 有理解得到的话 就晓得 往生的主因 是什么 住远 是什么 一句佛号 主因住远通通包含在里面的 也就是 专称民主佛名 为什么 第十 八院就根本院 只有讲到恋佛 没有讲到其他的 所以只要我们 尊一恋佛 百分之百的 必定往生 一定往生 没有不往生的 因为 因为 恋佛往生 是阿弥陀根本院 是释迦摩尼佛的保证 所说明的 所解释的 也是主师 主师所肯定 解答的 那背后的道理 结论来讲是这样 背后的道理可能 大家要多了解一些 教理 同时 文思修 听文 必须要思维 这个听文才能入心 成为信心 那修的话 文思修在净土很简单 就是恋佛 而且恋佛 没有一个标准 死亡壮生 可以跟他说标准吗 有的答得到 有的答不到 说标准 佛的平等 慈悲在哪里呀 所以简单来讲 主言也好 助言也好 都在与专称弥陀佛名 在四十年前 我出学佛看很多经书 那个时候 我在学两门 一门是禅 早晚禅禅打坐 没有不打坐的 那么一门就是恋佛 我存着偷心 什么偷心呢 我想 这个 不开悟 也往生 也往生 那 往生又能开悟的话 那更好 所以呢 就是两门禅 跟净土 最后呢 舍掉禅 专规 净土 为什么呢 分两路的话 死会在山上 要这个抓兔子 抓两只兔子的话 连一只都 抓不到 何况 专净土的话 惨 就在里面了 再说 老实问一句 开悟的人 有几个 再说 即使大策大悟了 环脑断了吗 环脑没有断 能够离回 离开轮回吗 所以历代以来 大策大悟的人 又投胎转世 一世不止一世的 那多得很 所以呢 四廖简就说了 有财无净土 十人就捉入 殷境若现前 匹耳 随他弃 所以总之 祝阴也好 祝言也好 都是在 练佛 那么那个时候 的练佛 还没有接触到 善导大师的思想 那个时候的 这个 弘扬净土的人 不管出家在家 都强调两个 一个是 这个 这里讲的主因 一个叫住远 就主修跟住远 主修就是念佛 住远呢 就是要肩带着 礼姬其他的功 功德 来 补助来回向 等于说 念佛 是正因 正因 那么其他的 功德是住业 那这个正因呢 必须 必须要有功夫 那其他的必须要有功德 当初我们的理解 都这样 我们常常打佛妻 也主持佛妻 也都强调这样 其实 现在做一个结论 这完全错误 不对的 应该拟清过来 有这样的讲解 是错误的解释 我敢这么讲 因为我对镜子是专修道 他只有一个 就是专生弥陀佛名 功德都在六字笔号里面 那么阿米太 吓得 那么阿米太 吓得 那么阿米太 吓得 感谢观看